李嘉欣姐姐曝光,颜值和妹妹拆太多,二婚嫁富豪过得不比李嘉欣差。 提到上世纪的港台角色美语可以说是辈出,即便那是一个美人辈出的年代,李嘉欣的颜值也绝对称得上是惊艳了一个时代。 18岁时摘下港姐后观,香港媒体甚至以识破天惊来形容她的美。 可见李嘉欣的颜值,心存别质疑的,卡到这张小编都信了。 李嘉欣评级美貌夺冠之后即进入演艺圈,李嘉欣并没有太多的演技表现,更多的时候,人们只是把她当成花瓶看待,但也塑造了不少经典角色,有人说,她已经美到不需要演技的地步了。 美女收割机的刘鸾雄都带倒在李嘉欣的美色下,两个人也一段并不光彩的感情,在当时也是人尽皆知,不仅如此,李嘉欣还与罗兆辉,旁为人,詹兆安这些富商传出不少绯闻,不过都以失败告终。 尽管感情坎坎,姿色过人的李嘉欣的怎么甘愿平庸,他在40岁成功深入超级富豪许晋亨的心,成功嫁入豪门,他的人生住并是一个传奇。 许晋亨为了娶到李嘉欣不惜和澳门赌王女儿,何超穷离婚话说李嘉欣也太给力了,还让许晋亨改掉了花心的毛病。 李嘉欣渴望豪门和他的出身离不开,李嘉欣在单情家庭长大,从小父母就离异,他还有个姐姐叫李嘉明,不幸的是,李嘉明长得一言难尽,一张大长脸看起来非常的引人注目,但绝对不是好看的那种。 和李嘉欣的言之差太多,李嘉明却做到了和妹妹不分上下的感情经历。 如今李嘉明已加入豪门,他的丈夫是他苦等五年的严禁大王的十亿富商顾女友。 李嘉明能今天离不开妹妹李嘉欣的帮忙,2007年,李嘉明通过妹妹李嘉欣的介绍认识了,两人很快就发展未情侣关系。 但是当时顾女友也有家事,顾女友对李嘉明没想到一看就被迷住了。 随后就展开了疯狂追求,李嘉明经不住追求,做了小三,不过如今李嘉明才扯得云开见月明,凤子成婚成功上位。 长的帽平平,有过婚时,更不是年轻的小妹妹,却能够轻松嫁入的豪门,过得不李嘉欣差。 如果说李嘉欣的幸运是上天赐给她的美貌,那李嘉明就是有个好妹妹了。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还是李嘉欣更幸运,李嘉欣嫁的许靳亨也是豪门,许靳亨长得帅,只有和李嘉欣生的一个儿子,所以李嘉欣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 能够当这么久的豪门媳妇,李嘉欣的为人处事还是比较到位的,至少能够在豪门站稳脚跟,相比其他涌入豪门的女星来说,李嘉欣幸运得多。 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,她长得不好看,还是个二昏头,但是她就是有办法嫁入豪门,而且将富豪老公拴得紧紧的。 李嘉明这段小三上位的不光彩历史,李嘉欣的感情史,始终被停过被人提起。 李嘉欣也被问过她和姐姐这种做法,李嘉欣的回答是在爱情里里面谁没有错过,但爱情也是自私的,不分对错的,只要勇敢爱就对了。 你们觉得呢?